柳如烟在一起的第三年 我忽然累了 我删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随便找了个理由跟他提了分手 上次咱俩去庙里求的姻缘手串断了 大师说这代表缘分已经 分手吧 柳如烟一向理智 我觉得他会明白我的前台词 更不会纠缠 后来我听说 清大化学系的天才笑话 跑遍本事所有的姻缘点 一步一扣 常跪不起 只为再求一条姻缘手串 得知柳如烟来我们学校后 我直奔礼堂 一路上给他打了好几个视频电话 我很想他 可话到嘴边 确诚一句 你来我们学校了 柳如烟眉眼冷淡地点了点头 顿了顿 他解释道 跟教授有任务来一趟 走得急 没来得及跟你说 只这一句解释 我心底的郁杰被无声的抚平 我眉眼见松 后知后觉的有些高兴 那我现在去找你 话音刚落 他的手机微微晃过 下一秒 一个男生出现在屏幕里 和柳如烟靠的很近 他轻烈地扫了我一眼 又满眼温柔宠溺地看向柳如烟 透过屏幕的视角 我看到柳如烟和他的身体激进交点 我认得他 是柳如烟的学弟 青大化学系有名的才子肩负二代梅吉博 也是我的死对头 他经常和柳如烟以CP的形式 常驻青大哥大话题论谈榜首 在青大 他们是公认最般配的一对才子家人 心口末地有些智门 他明明知道 我和梅吉博关系不好 还和他这么亲近 我正想说什么 就见柳如烟注意到还亮着的屏幕 他神色淡漠如常 我还有事 挂了 没等我开口 那边很快就把视频挂断 通话挂断前 我似乎听到梅吉博抱怨的声音 学姐 你男朋友这么黏人吗 要是我 肯定不会在女朋友 还要做实验的时候烦她 这样多耽误进度了 以及柳如烟听不出什么情绪的 嗡了一声 我心里就像突然被人重重敲了一击 柳如烟 也觉得我烦吗 我正正地看着备注为女友的质体 最新一条消息 是我今早发给她的那句 烟烟 我今天回学校拿点东西 你别忙太久 又忘了吃午饭 如今还孤零零地躺在聊天框里 我一直都知道 我和柳如烟从一开始 就不是她自愿的 记得我和柳如烟出狱的时候 是在医院 我推开医生的办公室门 看到柳如烟红着眼眶问 医生 能不能先帮我妈做手术 前我会尽快凑齐的 她眼眶蓄满了泪 有些局促地攥紧了手里的检查报告 连话音都在轻颤 我从小就是个眼眶 只一眼 我便粘在了她那张粉雕玉镯的脸上 而后我才知道 柳如烟的父亲出了车火 当场去世 母亲遭到巨大打击 被查出癌症 需要尽快动手术 少女穿着洗的发白的就衣 如同无措的孩子一般揪着检查单默默流泪 她身上的钱拼拼凑凑 连一万都凑不出来 根本不够支撑她母亲做手术 我拦住垂着头要出门的柳如烟 突发奇想般的开口 医药费我帮你出 不过有个条件 你要当我女朋友 她咬了下唇 眼底复杂的情绪交织 半晌都没有说话 我没有强硬要她立刻做出选择 只是自耐天后 我每天雷打不动的去帮柳如烟照顾她的妈妈 柳阿姨情况肉眼可见的好转 但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 柳如烟终于松口 后来柳阿姨病好后 我拉着柳如烟上了远近闻名的青园山庙去为阿姨祈福 还求来了一对姻缘手穿 以此作为我们的定情信物 柳如烟对此兴致缺缺 我强拉着她的手把其中一串带到她手上 眉眼都是笑意 只要手穿在 我们就会一直在一起 她表情淡漠 看起来不太乐意 但终究还是任由我动作 我给了她一场轰轰烈烈的追求 数不尽富裕的鲜花和浪漫的气球 可柳如烟一句确定的喜欢都没说过 在一起后 她也一直都是冷冷淡淡的 很少会主动来找我 为数不多的见面也都是我在说 她偶尔冷淡的硬几句 敷衍却让人无可奈何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如果不是因为柳阿姨 柳如烟根本不可能会答应和我在一起 这段关系 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抢求 可却还是舍不得放手 如同隐阵止渴 在期盼她回消息的日夜 我多希望 如烟也能像我喜欢她一样喜欢我 我脑海里止不住的回放着梅基伯说我 柳如烟没有反驳的样子 呲呲点点的苦涩 难以遏制地卖上心头 我反反复复地点开柳如烟的聊天框 打了字又删掉 就在我纠结时 朋友圈突然出现一个小红点 我下意识点开 一点就通 还要谢谢她特意对我手下留情 要不然今晚舒惨了 我正正地看着这条朋友圈 注意到照片里柳如烟空空如也的手段 脑海里瞬间一团乱马 许多个煞事浮现的念头撕扯着我 比如柳如烟没时间留下来跟我见个面 却有时间和梅基伯去聚餐 还特地摘下了那串姻缘手串 比如柳如烟一向不喜欢拍照 这么久了 我们连一张合照也没有 可凭什么她和梅基伯拍了合照 还让她靠那么紧 梅基伯都快要贴到她的胸口上了 再比如柳如烟不喜欢碰任何不必要的游戏 觉得那会耽误她做实验 可如今 梅基伯却成了她的例外 明明我才是她的男朋友 我截了图 给柳如烟发了过去 这次柳如烟很快恢复 做完实验 教授请客 我没打牌 紧接着 她发了一张所有人的合照 一对比就会发现 梅基伯发在她朋友圈的那张照片 是她故意从大合照里截取出来的 我意识到 梅基伯那条朋友圈 很可能是特意发给我看的 但不管怎么说 柳如烟的解释 让我松了口气 以至于 我忘了问她 为什么不带我给她的那串手穿 那你这周末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博物馆 柳如烟一向对普通的景点不感兴趣 唯独喜欢化工展 这次我特地找人帮忙 抢到了市里那家出了名 难抢的化工博物馆的门票 这次 柳如烟过了快一个小时才回 嗯 可我没想到 我满心期待的约会 竟然会那样狼狈收场 约定好的那天 呼降暴雨 等我感到时 手机被雨水浸湿 无法打开 我心想 柳如烟一向准时 只要我在原地她就会来 可却先撞见了梅基伯 她漫不经心地打量我一眼 勾了勾唇 学姐没说她的票送给我们吗 什么 我当场愣在原地 头发上的水顺着脸颊低落 一身狼狈 柳如烟笑了笑 她没跟你说吗 也是 竞赛总比看无聊的博物馆重要 学姐这是不好意思开口 不过你也别怪她 我骤然捏紧了拳头 手背轻轻抱起 我憋着一口气 绷着脸 我要她亲口跟我说 梅基伯轻蔑的眼神扫过我 行了 她有些得意拨通了柳如烟的电话 读生传来 梅基伯直接说 学姐 你男朋友说博物馆是我抢的呢 透过阔音筒 我清晰地听到柳如烟 带着不耐烦的声音 没有 送你了 比赛开始了 我先挂了 挂断电话 柳如烟笑盈盈地看我 学长 这下你总该信了吧 柳如烟轻飘飘那两句话 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得我心间生疼 这是我费尽心思拖了多少人 找了多少关系 蹲点了好久 好不容易才抢到的票 柳如烟可以不去 也可以不要 可她凭什么连问过我的同意都没有 就随口要把票给别人 尤其是 那个人还是梅基伯 我按捺住涌上眼眶的泪影 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我不再理会梅基伯 转身静置离开了 那日过后 我单方面宣布和柳如烟冷战 修好手机后 我拉黑了她微信 也没再主动去找她 放在从前 从未有过 她许是察觉到了我的反常 给我打过电话 我憋着一股气挂断 可挂断后 看着在无动静的手机页面 我又忍不住感到心酸 她对我 向来没什么耐心 从来都是我生怕惹她生气 生怕她不理我 就算偶尔有争执吵架 我也一直都是先低头的那一个 难过的情绪翻涌 以至于走路时我没注意 撞上了一个人 不好意思 我连忙道歉 抬头 迎上一双顾盼生辉 却冷淡的眼睛 是柳如烟 她竟然主动回公寓找我 柳如烟定定地看着我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接电话 刚刚才有些轻快的心情 瞬间往下坠 我抿了抿唇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票给梅基博 文言 她眉头一皱 你就因为这个跟我闹别扭 我没说话 她有些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我不去 那票留着也没用 梅基博想要 我就随口给她了 正好和你作伴 快毕业了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是一个男人 别像个小女生一样动不动就能 我一时哑声 她明明知道我和梅基博不对付 又怎么会和她作伴看着 可说到最后 她微微低着头 把了还语气 今晚一起吃顿饭 好吗 我有些出神地看着她柔和下来的眉眼 我们之间 从来都是我主动去哭她 这是柳如烟第一次主动拉下脸来求和 我承认 我拒绝不了 我以为的吃饭 只有我们两个人 可当我推开包厢的门 却看见许多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面孔 我还一脸猛的时候 就被柳如烟介绍给了她的教授 我强撑起笑礼貌地跟他们打了招呼 然后忍不住用询问的目光看向柳如烟 她低声道 原定是只有我们两人的 但教授正好给我安排了庆功宴 正好一起了 我有些不是 但这毕竟是柳如烟的教授和同门 他们办庆功宴也是在为如烟高兴 我该欢迎他们的 可很快 我的那点欢迎的想法 就被他们摸没了 饭桌上 他们高谈论阔 聊的内容都是我完全不懂的话题 尤其是梅吉伯 一直在和柳如烟讨论一些 他们实验室和学术上的话题 我坐在他们旁边显得格格不入 连句话都插不进去 酒过三选 大家玩起了游戏 他们故意把梅吉伯的座位 安排在柳如烟的身边 等他输了又起货 如烟 吉伯可是你在带的学弟 你可不能不管他呀 就是啊 吉伯不会喝酒 不如你就帮他把酒喝了吧 梅吉伯脸红了 他期待地看向柳如烟 他们都在明里暗里地 撮合柳如烟和梅吉伯 即便当着我的面也毫不收敛 我视线紧紧地落到柳如烟身上 然后我就见到他端起酒杯 倒了酒意影下 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行了 酒罚完了 你们别欺负他 明晃晃地维护 我正正地看着柳如烟 却在此刻赫然注意到他空空的手腕 他又摘下了那串因缘手串 是因为梅吉伯吗 心脏仿佛突然被人用力攥紧 却在下一秒听到教授的话后当场愣嘱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烦躁起来 就因为这个 出国的是我本来就打算吃完饭跟你说的 至于梅吉伯 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他们都知道我有男朋友 隔壁多此一举去解释什么 我正正地盯着手腕上柳如烟 从不当回事的因缘手串 听着听筒里柳如烟依旧不以为意的话 突然觉得 没有必要了 我听见自己近乎平静的声音 柳如烟 上次咱俩去庙里求的因缘手串断了 大师说这代表缘分已经 分了吧 我随口扯了个理由提了分手 挂断电话后 我直接删除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摘下手上那串因缘手串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我回了公寓 看着屋子里到处摆满了我的东西 和柳如烟少的可怜的生活用品 沉默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我和柳如烟是异底 他实验室又忙 我们平时很久才能见一次面 我软磨硬泡着和柳如烟 在他学校附近一起租了间公寓 原以为这样就能和柳如烟 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可柳如烟依旧很忙 忙着实验 忙着竞赛 忙着和同门聚餐 忙得没有时间回来 连消息都很少回 似乎在他看来 什么都很重要 唯独我这个男朋友 不重要 强扭的瓜不甜 我已经吃到了苦果 就这样吧 早该分手了 我把屋子里属于我的 能带的东西都收拾好 剩下的全都扔掉了 换了电话卡 提着行李箱 燕燕搭飞机回了家 妈妈看了看我身后 愣了愣 问我 燕燕没跟你一起来了 我很快反应过来 她是在问谁 妈妈知道我和柳如烟 在谈恋爱的事 自从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她很少愿意 陪我回家见爸妈 我一心扑在她身上 回家的次数也跟着少了 但仅有的几次 都是柳如烟陪我回来的 也难怪妈妈会问 我点了点头 没说话 妈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也没再追问 她温柔地拉着我的手倾向 回来就好 回家这段时间 爸妈让我跟表姐 学着管理家族企业 我还没休息几日 就被表姐递溜去看报告 跟进公司的项目 打理公司里 大大小小的业务 跟着她到处出差 满世界跑 日子忙碌又充实 整天两眼一睁就是干活 起初我还总会 下意识像往常一样 时不时点开屏幕 想看手机置顶的人 有没有给我发消息 直到看到新的手机页面 才恍然意识到 我早就把柳如烟的 联系方式删掉了 渐渐的 我已经很少再想起柳如烟了 这天 我跟表姐约好 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 表姐到我家楼下来接我 正准备上车 突然被一道 清零熟悉的嗓音教主 挤霸答 我刚打开车门的手一将 寻声望去 一身墨胸礼服 娇媚风银的女人 步履匆匆地朝我走来 许久前午夜梦回时 常常见到的那张 陌生又熟悉的脸 不经意间闯入眼底 她走到我身前 两步时吃醋的停下 我愣了一下 柳如烟怎么会在这里 我一直觉得 柳如烟是理智的 踢分手的时候 我觉得她会明白 我的潜台词 不会再纠缠 何况我们当初在一起 她也算被迫 我主动提分手 她应该会高兴 摆脱了我这个麻烦才能 所以我从没想过 会竟然会再见到她 我心里有一瞬间的兵荒马乱 但又很快镇定下来 我没说话 柳如烟却率先开了口 好久不见 几把打 许久不见 她脸色憔悴了不少 眼神一顺不顺地盯着我看 像要从我脸上 看出朵花来似的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有事 柳如烟像是被我的态度 刺到一样 在开口时嗓音染上几分沙哑 为什么突然要提分手 我微微皱眉 平静地道 我想 我当初应该已经说清楚了 柳如烟张了张嘴 她看了一眼 我没带任何视频的手了 漠不作声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样 用红布小心包裹着的东西 捧到我跟前 她目光迎宁 带着颤音的开口 你说音缘手串断了 代表缘分已尽 所以我又去音缘店里 重新求了一串 大师说 我们还能再去前缘 我视线落在那串 被保护得很好的手串上 有些惊讶 柳如烟作为清大化学习的天才 是个绝对理智的唯物主义者 当初那串音缘手串 她带的也并不情愿 我实在不能想象 她竟然会为了我那句 随意编造的分手借口 跑去音缘店 重新求了一串音缘手串 如果她这份心能用在当初 我还满心满眼都是她的时候 该多好啊 可如今 我已经不需要了 我对上柳如烟带着西级的眼神 毫不留情地戳破 柳如烟 我那串手串其实没断 只是我想分手 才故意这么说的 柳如烟捧着手串悬在半空的时候 终于缓缓落下 她脸色有一瞬间的空白 为什么 而后她想到了什么 有些急切地道 如果你是介意梅纪伯 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以后她不会再成为我们之间的阻碍 柳如烟这句话 让我瞬间回想起分手前我质问她 他们都在撮合你和梅纪伯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那时她是怎么回答的呢 她说 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何必多此一举去解释 可如今她却说 梅纪伯不会再成为我们之间的阻碍 我笑了笑 她早干嘛去了呢 太晚了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柳如烟眼神一颤 她还想再说什么 一道清田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 打断了她 把打 我们该走吗 表姐降下车窗 视线轻飘飘地掠过柳如烟 落到了我身上 我点了点头 刚打开车门 手就被柳如烟拉住 她脸上一直紧绷着的情绪 在此刻终于崩盘 眼尾瞬间放红 她死死地盯着表姐 话却是对着我说的 她就是阿姨给你找的相亲对象 表姐一直在国外 嫌少回来 柳如烟认不出来实属正常 不过 她怎么知道我妈已经在准备 给我安排相亲对象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 表姐不知道哪根筋抽了风 她直接下了车 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姿态 挽住了我的手 然后以迅为不吉言而知识 把我按进了车里 转头皮笑肉不笑地对柳如烟说 你就是我未婚夫 那不省事的前女友吧 别挡道 我们可没那么多时间 陪你在这许久 她故意咬中了未婚夫这几个字 话音刚落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上车后 看着柳如烟在后视镜里 越来越小的身影 表姐突然开口 这次慈善晚宴 来的都是各界的佼佼者 多的是家事比她好的 舅舅特地叮嘱我 让我给你介绍谢名流千金 你可别再想不开 在一棵树上掉死了 看表姐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了笑 放心吧 我和她早就结束了 跟表姐做完造型 紧赶慢赶 踩着点到了慈善晚宴 可刚进宴场 又见到了熟悉的身影 柳如烟一身默胸完礼服 前突后翘站在人群中 没了刚重逢时 面对我的局促 多了几分意气风发 这些年 她似乎早已习惯这种场合 身边也多了奉承巴结她的人 如今正游刃有余地应付 那些上去和她攀谈合作的人 听宴场里的人交谈才知道 她的实验室研究出了新成果 如今一月成了 是商界出了名的科技新秀 表姐是知道我和柳如烟的事的 再见到柳如烟 她眉头拧的死紧 在柳如烟看过来之前 就拉着我往另一边走 尽职尽责地给我介绍了一些 同一圈子里 家世和我弃谷相当的施加千金 我也没拒绝 忽略了不远处柳如烟 落在我身上近乎灼热的事情 顺着表姐的意思加上了微信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慈善拍卖很快就开始了 拍卖坪里有一幅日照 金山的油画 梦幻却又栩栩如生 一眼就能看出作画人比例雄厚 我眼睛黏在上面 正由于要不要举牌 下一秒却听到拍卖师开口 有人加价吗 这才恍然惊觉柳如烟 已经率先举了牌 我兴趣顿销 没了竞价的欲望 柳如烟出了架 没什么人跟她抢 拍卖师很快一锤定音 那幅画就落到了柳如烟手里 拍卖会结束后 表姐去和合作商商谈合作 我去服务台拿了点小蛋糕 刚一转身 我看都没看这幅画一眼 冷淡出声 经过你手 我就不喜欢了 柳如烟眼眶煞时就红了 她紧紧攥着那幅画 半上都没说话 我有些难以理解的 看着似乎因为我一句话 就难过极了的柳如烟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从来都对我很冷淡 在你心里 我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我一直以为就算再见面 我们也只会是陌生人 可你现在这又是在做什么呢 不是的 柳如烟神色仓皇的摇摇头 我没有不喜欢 她嗓音沙哑到极致 一直以来 都是我在害怕 你有一天会收回你的喜欢 我们的出欲并不美好 在我眼里 你我之间的差距就好比云云 你的喜欢与我而言 从一开始就像是天赐的灵 可除了我 你的选择还有很多 这些年为了不被你抛下 我只能绷着一股劲 不停地往上爬 我参加很多竞赛 做了无数次实验 尽力去和个人教授打好关系 争取拿到项目的机会 就是为了奖金和更上一层的台阶 我想把你当年就我母亲的钱还上 想早一点站在能够和你匹配的高度 我静静地听着 柳如烟一句又一句 拼拼凑凑地把那些 我所不知道的是一点一点弥补完整 此刻透过柳如烟的视角 我才知道那些年柳如烟 为什么总有些抗拒和我去见爸妈 他第一次跟我回记家的时候 爸妈原本给我看好了家事人品 和我家旗鼓相当的相亲对象 却被我突然带了柳如烟回去 而打乱了所有计划 爸妈对他颇有微词 态度上礼貌 却并不热闹 吃饭的空隙 妈妈在厨房里有些称怪的 妈妈给你挑的人你看不上 这小姑娘人虽不错 但家底太差了 以后你们要真在一起了 会很难有共同话题的 你还得时时刻刻照顾她的感受 我不赞同道 柳如烟可厉害了 她可是化学系的天才 以后肯定前途无量 妈妈却还是有些忧愁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 谁能保证她一定能出头 出头了还会喜欢你 不行 妈妈还是在给你找找 你多谈谈看 我只记得我最后还是拦住了妈妈 可原来 那时候我和妈妈的对话 柳如烟听到了吗 难怪从那时开始 柳如烟发了疯一样去参加比赛 学任李教授的任务要求 她就算生个病也要去接 可我那时问她 她却什么也不肯说 我有些出神 柳如烟的声音轻缓地 把我从回忆里拉出来 她一字一句 嗓音轻颤 可这些年我只顾着往前 却忽略了你 还是让你难过了 对不起 阿达 时来的这句道歉 让我早已平静的心壶 再次泛起波澜 任意煞事涌上了鼻腔 凌晕的眼眶也有些发烫 我沉默了很久 终于再次开口 可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我不打算再沉溺于过去 希望你也一样 即便一切都已经说开了 我也没打算和柳如烟破镜重圆 现在的几巴达 或许仍会对柳如烟心软 但也早已不是从前 那个对柳如烟抱有 浓烈爱意的几巴达 那些爱意和热情 早就在柳如烟日复一日的 冷淡下一点点被消磨光了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好不容易才走出这段 与我而言 早已千疮百孔的感情一周 怎么会轻易让自己 又陷入从前的境地 可我没想到的是 意外总是会来得如此 猝骨急防 就在我摆脱了柳如烟 转身去找表姐的时候 人群中突然出现一阵骚动 我顺着人群的视线下意识抬头 天花板上巨大的吊灯 微微晃动 在阴影轻触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柳如烟神色恐慌 到极点地朝我扑过来 阿大 玻璃碎裂开的巨响响起时 我被紧紧按进了一个 带着浅淡木质箱的怀抱 星红的刺眼的血印如眼底 柳如烟 我看着闭着眼睛 已经昏死过去的柳如烟 后知后觉的感到心慌 我一动也不敢动 生怕加重柳如烟的伤势 了解一脸惊慌的感到 确认我伤得不重后 有些后怕的安抚我 阿达别怕 已经叫救护车了 很快 我和柳如烟都被送进了医院 我除了脸上和手上 被玻璃碎片划出了小伤口来 没遭什么罪 但柳如烟被砸到了脑袋 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说 如果一个星期内没醒 那可能永远也醒不了了 闻讯匆匆忙忙赶到的柳阿姨 听到这话 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岁 我正正地看着病床上 无知无觉的柳如烟 心里就像针扎一样 泛起细细蜜蜜的疼 我忍不住想 明明我们前一秒已经说清楚了 明明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可吊灯砸下来的那一瞬间 她却还是毫不犹豫地 跑过来抱住我 替我挡住了那些碎裂开的玻璃 扑过来的时候 她心里在想什么呢 出了这样的事 宴会的主办方也有责任 柳阿姨一心都在照顾受伤的柳如烟上 也不懂那些赔偿的事 最后是表姐去跟主办方商量赔偿的事 又替我去跟医院沟通柳如烟转病房的事 柳阿姨知道柳如烟受伤是因为救我 她没说什么 只沉默着给了我一样东西 那是刚重逢时柳如烟 曾一脸稀奇地捧到我面前的那串因缘手串 听着柳阿姨苍老又沙哑的嗓音 讲述关于这条手串的事 我才知道 我那时故意说我的因缘手串断了 为此和她提分手后 她真以为我的手串断了 到处找人问能求因缘的寺庙 跑遍了也是所有的因缘点 一步一扣 常跪不起 才终于求来了这串因缘手串 她满心以为 只要求来了这串因缘手串 你就会回来 她带着那串手串 到处找你 知道你回了地势 又连夜坐了飞机去找你 可每次去季家 季家的人都说你不在 我们两家的差距太大 她只以为季家不愿意让她见 回来后卯足了进去创业跑项目 想着等站到季家能看见她的地位 就能让季家承认她 柳阿姨视线落回病床上的柳如烟身上 叹了口气 阿达 这次的事是烟烟自己的选择 你不必为此有太大的负担 若她能醒来 那就是她的造化 若不能 柳阿姨说着 脸上闪过一丝沉痛 她闭了闭眼 轻声道 那就当我们我们还了当年欠你的恩情 柳阿姨和柳如烟一样平静又理智 可这些话说出来 我却莫名的觉得有些悲哀 爸妈和表姐她们感念柳如烟救了我 给她转了病房 请来了全球最好的医疗团队和陪伍 我也时不时会去医院看望柳如烟 给柳阿姨带吃的 每次看着病床上安静的柳如烟 我总会想 如果不是她替我挨了那么一下 那此时躺在病床上毫无声息的人就是我 我是真切的希望 柳如烟能醒过来吗 柳如烟若真出世 柳阿姨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也不希望自己余生都要背负着一条人命走下去 我心想 如果柳如烟真能醒来 我们就当都扯平了 我们之前的那些过往 也就都一笔勾销吧 直到柳如烟昏迷的第七天 在医疗团队不懈的努力下 柳如烟终于醒了 陆妈妈喜极而泣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醒过来的柳如烟下意识看向四周 看见我实似乎松了口气 她嘴唇动了动 我看清了她的口型 她说的是 太好了 电光火时间 我仿佛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在庆幸 庆幸我没出事 明明她也才刚刚才挣扎着清醒过来 她伤得那么重 醒来第一件事却是确定我有没有出事 我喉咙墨地梗得难受 心脏向被人紧紧捏住 柳如烟醒来后 一日比一日精神 恢复得很快 醒着的时候 只要我在 视线就会一直黏在我身上 有时候她不愿意让护士帮她上腰 总要我训斥两句她才安分 这时候柳阿姨总会眉开眼笑地看着我 爸妈和表姐看我和柳如烟关系有所缓和 也没多说什么 出院的那天 柳如烟看着被我随手放在包里的那串姻缘手串 满脸期待地问了我一句话 阿达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重新开始吗 我叹了口气 看来 我和柳如烟的孽缘还没